你可以再把这个工作表按Ctrl键拖拉 这个地方可以让它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之后的话 在底下我把它再转回一栏 比如说这边有三栏 你要怎么样再把它恢复成一栏 恢复成一栏里面的是没有前面冒号的东西 反正就把它全部再列在这边好了 刚刚是一栏变三栏 现在右边又把三栏再恢复成一栏 恢复用哪个方法 第一个这个地方还是不能用Vilo函数 Vilo函数在这里的话也没办法 因为要一个lookup value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可能还是可以用index 所以你这边的话假如用index 那你可能可以试做看看 这个地方第一个它的范围就这个范围 第二个呢哪一列哪一栏 那基本上第一个这个应该就是第一列的第一栏 对不对 那可是它往下调整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可能就是要这个地方 做完之后第一个是流松嘛 可是第二个是要什么 让它这个栏的数字要加一 要加一嘛 对向下 然后再来往下这个要加一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可以加一 这边可以再配合什么 一个row函数 有没有 row函数的话呢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我可以把它用一个row的话 有没有 现在的row 小瓜糊 它是第一列 所以你向下填满的话呢 按确定 它会向下填满 有没有 一二三 可是问题你再向下 它就抓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你再向下变成四五六 七八九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刚好 就是说呢 向下填满的时候 这个列 可以让它 再 因为 再往下的话 变成这个地方 让它怎么样 再往下一列 所以 再来就是说 如果这个地方三个之后 这个就是要变成 三个之后变成二 三个之后变成三 有没有 一直往下的话 那这里的话你可以配合什么呢 你可以也让row 可是如果这个比较难一点 所以想想看 留给各位自己去思考 因为不要马上给你答案 不然你以后 像上学期 这期我记得有些时候 上学期有时候都 有带到吗 没有 有吗 OK 所以可能有带到啦 然后呢 你们可能就是很直接的 就是单向思考 单向的吸收了 吸收了之后呢 好像就知道答案了 可是问题不是你想出 不是你想出来的 其实你就记不起来 但是如果你想出来的 那你永远不会忘记了 所以我有时候宁可 我不要直接去看别人怎么 像这些范例都别人的 但是答案都是我自己的 我的答案都跟它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写出来 我一看 天哪 怎么会这样做呢 完全不习惯 所以答案呢 你会发现 你自己去看那本书 它的解法跟我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有我的解法啦 我的解法 我习惯的解法 OK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应该了解那个逻辑吧 把这边的资料 再用一些方法 让它可以凑一凑 凑到你要的那个位置就对了 那里面牵涉到哪一列 哪一栏 前面三个是三栏 没错 可是再来你希望下一列 这个要能够每三个帮它变加一了 每三个再加一 所以这里的话可能还会用到哪一个函数呢 这里可能要会用到一个MOD MOD那个MOD是求余数 求余数MOD 中华电竞也有MOD 不过不一样 那一样的那个拼法 但是不一样的用途啦 那个MOD指的就是 那个你要求余数 比如说呢 你提示一下 MOD那个应该是在数学吧 还是在统计 数学里面有一个MOD MOD这个 M开头 MOD这个 求余数 那所谓的余数是怎么样 你如果不会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Row Lumber Row 小瓜糊 1除以 除以多少 除以3 余多少 余1嘛 对不对 那1除以 3除以2 余多少 余2嘛 3除以3余多少 整除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再向下 你会发现 这个是列 有没有 第四列 4除以3余多少 余1嘛 5除以3余多少 余2 6除以3 整除了 那你感觉 这个有点像 但是好像有点 不是1 2 3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 做一些动作 如果你希望 这边是 1 2 3的话 那你可以 用什么方式呢 1 2 3 1 2 3 想想看好了 这个我想 很多答案 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用推理 因为我需要的是 1 2 3 1 2 3 1 2 3 OK 可能你直接想说 用逻辑判断 如果是0的话 就自动变成3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可是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们自己去思考 那你就把这个东西 放在刚刚那个位置 你的答案就做出来了 OK 所以 我现在是给你们一个思考方向 然后最后的答案 就会自动产生 如果实在产生不了 我们后面再来解好了 OK 第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思考 再把它转回到一栏 那转回一栏之后的话 是不是又能够把姓名放回去 就是再恢复回来的意思 OK 等于是很简单 这一题 主要是 单栏 转三栏 三栏 转单栏 未来当然你也可以在很多地方 不一定是三栏 可能四栏五栏 反正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 你只能稍微变一下 再来 一样的方法 把刚刚的index 再复制一个 Ctrl鍵按住 然后拖拉过来 再产生 就再换一下 如果我要换另外一个函数 就比较常用的 像index 或像indirect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indirect 如果没有 不习惯 不过indirect 其实用到的几率还蛮大的 其实index跟indirect 两个最后的 我看它的那个功用蛮多是相通的 可是就看习不习惯而已 那因为indirect的逻辑跟VBA比较像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indirect的逻辑通的话 那VBA的逻辑你也能够做出来 因为待会我们还会再讲VBA 因为VBA 做法很简单 反正就把资料全部抓出来之后 一个一个塞进去就对了 OK 那怎么做 但第一个 一样我们把它改indirect 插入函数一样 找一下那个 检视与参照 indirect 刚好在index的下面 OK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当然你可以看 它有两个参数 不过第二个参数 这个A1 通常你可以不给 没关系 也就是它是以A1当出发点 它的基准点 当然你基准点可以改 如果你不改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工作表的A1当成是 它的左上角的那个基准点 那接下来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说呢 你要抓indirect 是直接帮我从这个工作表的哪一个储存格 抓资料 那你只要给它什么 比如说这个是A1 对不对 你就直接给它A1 那特别注意哦 这里哦 它有一个缺点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A1一定要是字串 一定要是文字 所以记得哦 这个地方呢 你按确定它一定发现错误了 它找不到为什么 因为你前后一定要加什么 双引号哦 如果你少加这个双引号 它也会抓不到 很多同学就是这个地方卡住 点一下 奇怪 明明好像之前老师就是这样做啊 为什么错哦 因为你少 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 好像if函数它会自动加 可是这边不会啦 所以你记得就是这个地方 请你前后加刷 你按确定 它就帮你抓过来了 那也就是说哦 它后面往下抓 其实就是什么 再来这一个就是 A1 这个就是什么 A2 A3 4 5 6 其实你会发现 后面那个就 就是那个什么 卡文加弱 有没有 所以呢 你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1 后面这个呢 再串接什么 前面那个 1234到18的那个表格 所以我们做法当然就是 第一个啦 也一样你就是 把那个之前那个 Column那个可能再做一次 Column 然后按确定 减掉 2嘛 因为它现在在第三 第三栏 它就123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倍数 倍数的话呢 是RAW 小瓜糊 减掉它现在哪一列 第二列 因为这一列不加上那个3的倍数 所以加上3的倍数 小瓜糊 都乘以3 打勾 这边的话 123到18 OK 表格做出来之后 再把这个怎么样 减下来 减下来之后的话呢 再插入那个什么 刚刚那个Indirect 有没有 Indirect这个函数 然后呢 一样是 先一个 双引号A E不用了 就串接什么呢 刚刚的公式 特别注意哦 那个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串个公式 记得文字 跟公式 中间一定要加一个串接 这个我想固定规则 你不要那个 一样嘛 OK 按确定 好 那你就按右 向右 向下 做完了 然后replace一样 所以刚刚replace 就把它剪下 贴回去 这样子的话 就完成 Indirect的做法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offset 前面上个学习 也有讲过啦 所以这学习 大概就比较 不过 比较重要的 大概 这两个 就已经很够用了 Index 跟Indirect 最后就是 把这个 一样嘛 replace 减下 不过刚刚有同学 用mid嘛 mid也可以啊 只是说这个mid的话 是第几个嘛 所以我们用mid看看好了 所以同学当然方法很多 你刚刚我们用replace 同学说mid好 我们用mid看看好了 mid的话呢 其实可不可以呢 其实应该也可以 那只是说你要了解那个 你要的东西在哪里 mid怎么做呢 按确定 把东西 tester 它说你的字在哪里 在这里 OK 然后呢 star number 第几个 那我要是第四个 所以第四个是可以根据什么呢 根据LEN 然后上面的这个 总共有三个字 但是你要第四个 所以加1 加1的话 从第四个字开始 帮你切几个字呢 因为我后面如果全部要的话呢 因为我还算 它总长度什么 它总长度扣掉 那个三个字 不用啦 干脆给99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 99意思说 全部后面我要了 因为后面的长度 不可能大于99 我只要 给它一个大于的数字的话 它就后面全部都帮我抓回来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用密的好像更简单 对不对 按确定看看 向右 这里有没有锁 不用锁 OK 向右 向下 这里的话 锁哪里呢 一样 锁这个 这个1 前面要锁 如果你没有锁 它变成 抓那个 下一列的 所以 然后一样打勾 这个一样要锁 刚刚这个漏掉了 漏一个那个 漏网之余 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概念 跟刚刚repress一样 所以向右 向下 OK 没有问题啦 所以也许这里的话 我们把repress 再改成mid 这是同学提供的方法 所以我说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反正有时候就是 你可以按照你 对于那个函数的熟悉习惯 你可以重整 所以这个可见的同学 对于那个函数 mid已经非常熟练了 它才有办法去 触类旁通 但如果你对这些不熟悉 可能也没办法想出这些方法 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可以再把它同样的逻辑 如果我要把这个逻辑 转成VBA的话 所以等一下 我们会再多一个VBA 那这个VBA很简单 反正就旁边按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按一下它 自动帮你把它全部做出来 一个按钮就是清除掉 两个按钮 怎么做我想 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刚刚主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三栏如何转成一栏 那这个是给各位思考 第二个的话呢 改成用indirect函数 另外把replace改成mid函数 大概就这两个重点 试试看